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教大家怎么去看一下这个镜头的参数 我们把镜头带来打下 镜头前面镜头圈上写有很多的参数 那有用的对我们来讲有一个是EF-M 这个意思是佳能V单的镜头 如果说佳能单反是EF或者EF-S 所以说V单跟单反的镜头是不能够通用的 如果说佳能跟V单想用单反的镜头 是需要一个转接环的 后边18-55就是指的这个镜头的焦距 1-3.5-5.6是指的这个镜头的最大光线的范围 RS就是指的这个镜头是有防抖功能 STM是指的这个镜头是采用STM马达 也就是说这个马达的特点是镜音 52这个镜头用的滤镜口径是52 那如果说我们安装UV或者偏镜镜等等 都是用52口径的 这里的18-55刻度就是镜头的变焦的范围 然后还有一个micro0.25米 这个意思就是指的这个镜头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25厘米 也就是说我们拍照的时候最近只能距离物品25厘米 如果说再近的话就没有办法递交了 然后我们把镜头装到机身上 镜头的安装很简单 把镜头上面一个白点的位置 对准机身上面相应的白点的位置 对齐之后顺势点旋转听到卡的响声 就算安装完毕了 然后我们安装好镜头之后 那直接开机 开机之后 相机的屏幕就会显示我们当前趋顶的一个景象 那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直接去拍照 就可以了 那我先说一下镜头机身上面一些部件以及按钮的一些功能 我们看一下相机的正面 正面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就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就是拆卸镜头的一个按钮 如果说需要打下镜头 需要按住这个按钮 然后把镜头打下来 然后机身顶部的左侧这个位置是内置闪光的 我们可以通过波动这个位置这个开关 然后使内置闪光抬起 如果说不需要的话就把它按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热血的接口 用完接外接闪红灯 相机有两个波轮 这个是调节相机模式的波轮 然后这边这个是调节波动补偿 这个是相机的快门按钮 快门按钮外面还有一圈可以挑动的波轮 也是用来调节相机的参数 那我们先开机 开机按一下on off这个按键 开机之后 我们介绍一下这款相机的模式档位 绿色的A加是指的相机的场景只能自动 相机会根据拍照的场景自动确定参数 也可以理解为这个是相机的全自动模式 就相当于傻瓜档 挑战这个模式 你是不用去进行别的操作 只需要把朋友们对焦拍照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有一个相机 也是绿色的相机符号 旁边有一个胶片一样的东西 这个模式是佳能新加的一个模式 它的作用就是说 你拍一张照片 相机可以再录制一段视频 用来交代你拍照之前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模式 跟全自动的区别 就是说它还会附带一段小视频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小视频查看你拍照 拍照时的场景 有一个物料性一个相机符号的这个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按一下SET 然后相机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光标 可以移动 首先最上面它写了一个背景 下面有模糊到锐利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就是可以调节背景序画 它把调节背景序画简单化了 如果说我们需要背景序画 就把它尽量调在模糊这一点 如果说不想背景序画 就可以把它调到锐利 这一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是亮度 亮度就是照片的亮度 这个反差 反差的话调到了之后 会是你拍的照片 明暗反差比较大 也就是说可能就是对比度要大一些 饱和度就是指的你照片拍到颜色的鲜艳程度 饱和度越高 照片越鲜艳 那色调就是你这个照片的色温 是需要暖色的还是冷色的 你可以自己根据需要去调整 这下面有一个单色的效果 假如你想拍个黑白照片 你可以调到这个单色黑白 然后想调旧照片 那种样式的图片 你可以把它调到旧照片的模式去拍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SCN SCN模式是相对的场景模式 这个模式可以切换一些比较常用的场景 我们可以按一下SET去切换场景 那我们按一下SET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下方会出现一系列的场景模式 有人像风光 然后微距运动等等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场景的需要 然后选择对应的场景模式就可以了 然后再下面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是创意滤镜模式 创意滤镜可以让我们照片拍的更加有趣 比如说我们想拍一个预演效果 可以把它调在这个创意滤镜的预演模式 调节方法还是跟刚才一样 只要按一下这个SET 就会出现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些滤镜 那有预演 然后有油画效果 有水彩化效果 然后微缩景观 然后玩具相机 柔胶 颗粒黑白 还有一个HDR 我们有这么多的模式可以供大家选择 然后再下面是一个摄像机图 这个叫做自动摄像模式 也就是说这个模式下 你摄像的话相机自动调节摄像的参数 我们摄像主要按一下这个红点按钮 相机屏幕会出现一个红点 它就开始摄像 我们再按一下红点按钮 下下就结束 我们讲完了这些场景模式之后 再说一下相机的创意拍摄区 创意拍摄区就是指的P TV AV M这几个模式 首先P档是程序曝光自动 那我们光圈跟快门是不用自己调节的 别的参数我们可以自己调节 当然也可以不调节 然后TV是使得快门优先 快门优先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控制快门速度 然后相机会自动确定别的参数 也就是说是调快门的模式 这个AV是光圈优先 同样也就是指调光圈的模式 M等是全手动模式 光圈跟快门都需要我们自己来设定 然后这个C C的模式是指的一个自定义模式 比如说我经常用一套参数来拍 那我调好之后可以保存在这个模式 然后我以后直接调到C 就可以直接套用我之前设置好的那一部分参数 主要是方便我们大家操作实用的一个模式 并不是说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我们根据这个AV档来给大家讲述一下 相机屏上面显示的一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我们调到AV档 然后可以看到相机屏幕左边会显示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按一下Info L 切换屏幕显示东西的内容 我们可以按几下 然后来回切换 我们按一下这个Q键 也就是说SET的一个按键 然后相机会出现可以选择的一些选项 我按着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自动对调方式 自动对调方式有两种 左边是一种叫做追踪对调 也就是说你调整这个对调模式之后 我们扒按快门相机默认会自动 去选择对焦点对焦 我们也可以通过触摸 让相机追踪某一个点去对焦 或者说检测到人脸 它也会自动去 优先对焦人脸 这个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补触摸选择的话 是相机 自动选择对焦点的一个模式 那同样的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手动控制对焦区域了 然后我们选择单点自动对焦 相机屏幕也会出现一个白色的对焦框 那我们可以通过触摸随意移动对焦框的位置 我们把对焦框移动在哪个位置 我们搬开门的时候 相机就会对焦这个白色的位置 一般来讲的话 我还是推荐大家尽量去使用第二个模式 就是说我们自己手中选择对焦区域的模式 因为我们自己拍照都是有自己的思想的 我们最好还是自己确定想要对焦的位置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第二个是自动对焦操作 这个也是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是单次自动对焦 第二个是次幅自动对焦 单次自动对焦的意思就是 你搬开门之后相机会对焦 对好焦之后 只要保持在搬开门的状态 相机不会再进行任何的对焦动作 适用场景的话 我们一般拍照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对焦模式 比如说我们拍人像 拍风光 拍拍镜物等等都是用这个对焦模式 第二个对焦模式适用于拍一直运动的物体 比如说一直跑步的人 或者说一直跑步的运动员 包括运动的汽车等等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是画质 画质一般我推荐大家先这个户型的L就可以 L就是GPG格式的图片 旁边有个AW这个是一个无损格式的图片 这个格式下用的空间会比较大 同样如我说我们编辑的话是需要用专门的软件才能可以编辑这个图片 所以说一般不是有特别的需要我推荐大家用这个L就可以 在下面是转片记录尺寸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相应分辨率的视频格式 那一般来讲分辨率越高 拍出来的视频画质越清晰 同样占用的空间也是越大 在下面是一个驱动模式 我们可以切换单拍或者连拍 连拍下面是一个自拍遥控 我们这个相机也可以支持红外遥控 我们如果说用红外遥控的情况下 是需要把它调在这个遥控模式 然后之后才可以用红外遥控去遥控这个相机拍照 如果说我们没有遥控器想要自拍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自拍的延迟打开 也就是说它会在几秒钟之后进行拍照 那是一般是用来我们自拍或者说拍全家福的时候使用 然后接下来是白平衡 白平衡你可以理解为照片拍照的色温 那你可以调节不同的白平衡模式去改变照片 不同的色调 一般我推荐大家用自动白平衡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觉得自动白平衡不太准确 或者说不能够反映你拍摄场景的氛围 你可以调整相应的白平衡模式 让照片更加接近你拍摄场景的氛围 照片风格 照片风格的意思 其实主要是控制照片的一个色彩上的倾向 那如果说我们以人像为题材 那我们尽量把照片风格调到人像 这样拍出来的人像肤色会更好看一些 包括风光 我们可以把它调到风光模式 拍出来的风景也会更锐利一些 所以说根据自己的题材选择相应的照片效果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有个自动亮度优化 自动亮度优化 在拍照明暗反差比较大的情况下 它可以优化亮部的区域和暗部的区域 以至于亮部的区域不要太亮 然后暗部的区域也不要太暗 这样可以中和一下 让照片拍照的效果会更好 那我们这个自动亮度优化 我们调到标准就可以了 然后测光模式 这里有四种测光模式 测光的意思就是说 相机拍照之前会进行测光 测光完成之后 相机会根据测光的结果 然后自动设定 拍照的参数 测光区域的选择就是我们 让相机判断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如果说调评价测光 相机会根据画面整体的亮度去判断 然后去确定曝光的参数 如果说我们调点测光 那相机就会只是 根据一个很小的区域去进行测光 它只要保证很小区域部分的曝光正常 它不会管别的位置的曝光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调评价测光就可以 如果说在明暗反差比较大的情况下 也可以尝试一下点测光 至于局部测光 还有一个中央重点平均测光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局部测光范围就比点测光要大一些 但是它还不是考虑整体的画面 中央重点平均测光 就是它是以一个点测光为重点 但是也会综合考虑一下别的位置的测光 然后下面有一个图像的比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相应的比例 默认的相机传感器的尺寸是3比2的 如果说我们调整的3比2是能够用到相机整个部分的传感器 如果说我们调到16比9可能就是一个宽幅的比例 所以说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相应的照片比例就可以 那说完屏幕上显示的一些参数 那再介绍一下相机的一些按键 然后相机这边有一个曝光补偿的一个旋钮 曝光补偿的意思其实就是可以控制照片的亮度 如果说我在曝光补偿零上面 那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曝光程度是失踪的 比如说不会太亮也不会太暗 当然这个亮跟暗是相当相机判断的结果 相机有时候也会出现判断不准确的时候 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调节曝光补偿 如果说我们觉得相机拍下不准 拍出来照片比实际的要暗 那我们可以加一些曝光补偿 同样如果说拍出来的照片比实际的要亮一些 那我们可以剪一下曝光补偿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 曝光补偿就可以 然后接下来这个轰点按钮 刚才也说过了 这个就是录制视频的一个开关 我们按一下相机会开始录制视频 再按一下视频录制结束 这个有个方框 还有一个三角形蓝色的这个是回方按钮 我们通过按这个按钮可以查看刚才拍摄的一些照片 接下来是有一个方大镜的按钮 然后还有一个星号的按钮 首先这个方大的按钮 我们可以通过按这个按钮在去顶的时候放大发便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加看清拍照物体的细节 当然它并不是讲拍出来的照片就是放大的 它只是让你去顶的时候放大 让你观察到细节更加容易判断相机的 更加容易判断物体的一些细节 然后有个星号的按钮 这个按钮是一个曝光锁定 当然一般正常来讲 你只要搬按快门 相机也会同时进行曝光锁定 所以说这个按键的话 一般正常拍照是很少用它的 下面就是导航键 导航键上写着一个RSO 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按下上 可以调整这个RSO感光度的数值 一般来讲光线比较差的情况下是需要用高感光度 但是如果说新手的话 我还是建议把感光度调成自动就可以了 如果说有基础的时候 再可以手动尝试自己调整一下感光度的具体的数值 方向键右键是一个闪光灯的设置 当然这个闪光灯的设置只有在我们闪光灯弹起的状态下 它才可以调整 让我们可以把它调整成三个闪光灯的模式 闪光灯这个慢速同步的意思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说你拍夜景的情况下 不调这个慢速同步拍出来的照片 在开启闪光灯的情况下 前景是比较亮的 但是背景是比较暗的 如果说你开了慢速同步 相机拍照的情况下 前景跟背景曝光都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 也就是说不会出现前景特别亮 或背景特别暗的那种情况 所以说大家根据需要 可以适当的选择这个慢速同步 然后MF 那我们按一下这个MF 可以切换到手动对焦 按一下之后 相机屏幕会显示一个MF的标志 这种情况下 相机办案快门是没有办法进行自动对焦 我们需要调节相机前面的对焦环 按手动对焦 当然我们手动对焦 可以通过放大的按钮 然后判断照片的细节 然后去手动对焦 可以有利于我们操作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删除的按钮 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我们如果说拍完照片 觉得这个照片效果不满意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删掉 音货按钮刚才也已经给大家讲过 这个按钮的作用 就是先画屏幕显示的一些内容 Menu是一个菜单按键 我们按一下之后 可以进入相机的菜单 通过菜单去调整一些设置 当然菜单里的一些设置 其实计表方都不怎么常用 也说一般是可以不用去动它 一般需要经常调节的参数 都是在外面有相应的快捷键 或者说相机屏幕上会有相应的显示 还有一个按键 这里有一个M-FN 如果说刚说到相机 可能有些疑问 就是按这个按钮 怎么相机没有任何作用 不起任何效果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按钮是一个自定义功能按钮 我们是需要去设置一下 这个按钮的功能 我们才可以正常的使用 那设置的方法 只要按一下M-E-N-U Menu 然后找到上面的班数菜单 然后有一个自定义设定 里边它有一个其他选项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按键的一个自定义设定 那我们 就是按一下这个SET 我们比如说把它调到M-FN按钮 再按一下SET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按钮设置上 这么多的功能 我们选择一个自己常用的功能 也比较方便了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觉得我经常用连拍 但是我连拍的话 我需要从屏幕上去选择不太方便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M-FN按钮设置到连拍 那我找一下 这里有一个驱动模式 我按一下确定 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再按一下FN按钮 这种机就会切换到驱动模式 让我选择连拍或者单拍 当然连拍 这里是一个灰色的原因是我已经把它调到延迟拍照了 调到延迟拍照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连拍的 那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延迟拍照关掉 找到刚才延迟拍照的选项 然后把它关掉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再按一下这个FN按钮 就可以直接调到连拍的彩蛋 我选择相应的设置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按钮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快速操作的一个自定义的功能的按钮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去设定相应的功能就可以了 再说一下这个相机的光圈快能怎么去调整 光圈刚才也说过了 是需要在AV档下调节 在AV档下我可以看一下 屏幕上面会有一个绿色的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案 这个意思就是让你调节这个绿色的齿轮去调节光圈 那这个绿色的齿轮在哪里呢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快门按钮外面这一个圈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圈 然后去调整相应的光圈值 同样这个TV模式 我们也是通过调节这个圈 然后调节相应的快门速度就可以了 那假如我们调到M档 我们调到M档 光圈和快门都需要我们自己来调节 那它就会出现两个按钮 对应相应的光圈和快门 在M档下转动这个圈 它调节的是快门速度 然后光圈是需要转动外面这个圈 导航加外面这个圈是调整的光圈数值 这样的话就是在M档下的光圈跟快门的调节 对于新手来讲 我推荐大家常入手的话可以通过P档或者说AV档可以开始上手 然后熟练了之后再去进阶去用一下M档或者说别的一些模式去提高自己 那这里的话视频 我再介绍一下这个相机怎么去用WiFi跟手机相互连接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相机怎么用WiFi 首先WiFi需要找一部手机 然后从手机的营养商店里边 就下载一个叫加能Camero Connect的一个软件 然后下载完之后我们打开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相机把它调载回放模式 调载回放模式之后按一下方向电的上键 第一次使用它会让你收入相机的昵称 我们随便输入AAA 然后按一下返回 再点一下确定 然后我们选择第二个模式 连接至智能手机 我们点击添加设备 相机的屏幕上面会出现一个SSID跟密码 我们再拿到自己的手机 找到手机的设置选箱 打开WiFi 然后我们从WiFi里边找一下 有一个EOS M3开头的一个WiFi热点 我们连接下软件 需要输入密码 密码我们观察一下相机 屏幕上面是有写明密码的 我们输入好密码之后点击连接 连接好之后 只需要再打开刚才已经下载完的程序 这时候手机的屏幕会出现一个相机的选项 我们点击它一下 可以查看图像的选择 那我们如果说允许它查看所有的图像 我们就选所有的图像 这样我们通过点击手机上面 就可以查看到相机拍摄的图片 当然也可以把它下载到手机了 我们并且也可以通过 相机的遥控功能 用手机去遥控相机拍照 等等 大家可以自己操作试一下